男的送孩子上幼儿园 那是真事 我真有这么一个朋友 一个日本人 奶爸舅舅 对奶爸 他当奶爸 我认识几个奶爸 那是这其中一个奶爸 日本奶爸 那在日本当奶爸 是尤其古怪的一件事 结果他就当奶爸 然后当奶爸呢 就天天送孩子上幼儿园 他跟我讲那个感受 你知道像是什么 你能想象那个环境 你知道幼儿园 日本的那个幼儿园 或者小学里面 一堆那种亲子活动 每次亲子活动 是对家长要来 那家长要来呢 就被孩子打气 跑得好跑得快 加油加油 一帮全是妈妈 就他一个男的 那一开始 所有人都觉得很尴尬 看到他 但后来他发现 自己这个状态 简直像狼入羊群 你懂那个意思吗 就一帮妈妈 就是而且一帮妈妈 都会有怨言 就说这个老公下班 下得晚怎么样 然后就很抱怨 就每个都像怨妇一样 他成众心捧怨 然后跟着呢 这一群怨妇 我后来慢慢都用一种 很别样的眼光看着他 然后别说 今天我们在谁家做蛋糕 你要来吗 都参与这种聚会 然后他就跟我聊这个事的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 深陷了一个危险的境地 那么要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感受 问该怎么办 我说那也没什么怎么办 对不对 没有你作为朋友 我是你的话 你会劝他什么的 不是我会这样讲 是我作为你朋友 我要替你分摊你的痛苦 对我也来 你上位送小孩 他由我去 我到干爹那样再来 是吧 你这种体会 你又算是这个问对人了 你有这个体会 不是 我可以给你那个 放一段这个视频 让你知道就 咱们座中有一位 他就是有这个体会 我现在来看你们 来看你们表演 你也说 张笑 跟我笑 张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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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用你们的手机拍 我的手机死机了 可是那个视频 没有拍到我痛苦的一面 也拍到我快乐的一面 为什么呢 当时我的台湾太太 就站在旁边 因为她跟我一起来拍 深圳 我一看到嘉辉这种景象 我就总是想起 我们当年的一句 那戏里边的词 叫做什么呢 战事的责任重 妇女的渊重身 妇女的全是妇女的渊重身 就是说 与社会脱节多年的女的 真跟老公闹别扭了 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你就要面对几年间 更新了的社会 那就像一条鱼 扔在沙漠上一样 这就是说当年老公一句承诺 我养你 还有一个 我就发现这个剧 还有一个挺吸引人 或者他 我觉得他火的原因是什么 你不觉得全职太太 是一个全新的阶层吗 你倒推 这个十年二十年 可能这个中国 没有这样的阶层 就所谓的全职太太 大家都得上班 那个时候 就为什么有托儿所那种 就是因为大家都得去上班 你得把孩子交到外面去 现在这个 你看他们家里面 有全职太太 有一个就是工人 有这个阿姨 这个都是其实蛮新的一个阶层 所以它会引起很多的共鸣 你说婚姻是不是战场 是不是对于女人来说 你这个家里 就跟你守一个战场一样 其实有的时候是的 我最近碰到我的一个朋友 他跟他老公 就从结婚开始 两个人就是分居两地的 就坦白说是 就是应该也没有什么太多感情 他说过去会觉得两个人 想凑在一起 现在觉得凑在一起都是烦 后来你知道我怎么劝他们 我也觉得我挺幽暗的 我说那你得先准备着 我说你别人家给你来一手 这个给你一个surprise 一个惊讶 我说你得先自己留一手 留一个后路 宁可是你给惊讶 不要是别人给你 因为说实话 我觉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如果先被老公 先出招的话 你其实心里真的 你再有其他的天地 你有事业 那种崩溃感是非常强烈的 所以你知道 不管有没有工作 不过我觉得刚才 你讲那个情况倒很有意思 因为让我想起来 就是从这个小说 大概是在香港 上世纪八十年代 写成的小说 那时候我都很年轻的时候 看的小说 那么今天在大陆火 我正好看到是两个社会 好像走向相反的方向 这个小说当初之所以 在香港受欢迎 一书这本书 在香港当年很多人喜欢 是因为它好像代表了 某种一个新时代的女性呼声 是因为那个年代的香港 就是真的有很多全职妈妈 真的有很多女性 是结了婚就在家 特别是中产阶级家庭 那么然后在那个时候 艺术被认为是跟 比如说台湾的 穷瑶式爱情小说 分别在哪里呢 就我们香港的艺术 被认为代表的是一种 更时尚的 更新潮的 更新派的一种伦理观念 在这个观念里面 女性应该要有一个 更自主的能力 就这整个小说 就被读解为一个女人 不能够你结了婚 就那么安心那么安稳 你应该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要对自己有要求 你应该继续上班等等 那么然后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在香港 当然还是有全职妈妈 但是普遍而言 我发现是双亲都工作 但是大陆反而是反过来 过去二十多年来 我觉得是 这个方向是倒转了 就越来越多女人 成为全职妈妈 然后越来越多女人 是抱着 就刚才我们讲那个心态 就这个剧里面 其中一个金剧 就是你负责赚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是那种对吧 就这个想法 你倒回到70年代 80年代 你很难想象 中国人会接受这个想法 但现在好像很多人觉得 这是天经地义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 对于像我们这种 好吃懒做的人来说 是很有 太有诱惑了 你多想自己貌美如花 对 我有时候假设我是一个女的 我就觉得真的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你知道吗 就是说今天社会 你要说 而且是往往是年轻人 对吧 你出去工作 你知道多难 风里来雨里去 这压力太大的 这种工作处境 那有一个自己真心爱上的人 因为爱的时候 他就是全世界呀 他说我养你 你知道吗 就是 而且事实上 身边也有不少老实的男人 不都是像家辉这样的 就是 我身边很多 一辈子对老婆 确实就是家体经济支柱 一辈子给老婆 就是养着他呀 但是你知道吗 上次马一利来讲的时候 就讲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 本质问题在于经济独立吧 但是呢 有了经济独立 也不等于你有精神独立 很多女的挣钱 是自己挣钱 但是她在精神上 仍然要依靠 所以我就记得 上次马一利就在讲这个事 说实际上呢 他更重要的 就是这里边讲的另一句了 就是说 两个人得共同成长 你知道有些时候呢 男的在外面 生活在外面的这个世界里 外面的交际圈 你女的呢 就是困手在家里 你这个太太圈 太太圈 妈妈圈 你知道吗 整天看韩剧 敷面膜 然后就是 就是这么一个圈子逛街 对吧 奶孩子 好 你慢慢这样 多年下来之后 其实真正可怕的 不是你们收入的差距 而是 而是你们俩在一起啊 越来距离越远了 这个完全就是我 你刚说的 就是我25年前 跟我太太讲的对白 她说在美国 刚结婚有小孩了 然后小孩生出来之后 然后很快就回香港 我就坐下来聊了一个钟头 我就不断鼓励我太太出去工作 不要做全职太太 就这样讲 完全就是说 我们往回到香港 我工作起步 然后你留在家里 我们就 不要说一前一后 两条路越走越远 以后麻烦很多的 结果我太太坚持不工作 大死也不工作 我当时是反对了 我现在要讲说 我当时是反对 我说不行啊 这样我们看到悲剧的发生不行 而且说一个人挣钱太累了 后来我觉得呢 我养你无所谓 重点养只是起点 养了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 我太太为什么说不工作 她说 讲的道理非常对的 她说佳辉 好啊 我这个外来的台湾的人 拿台湾的学历 我的本领 在香港 我太太是写作的 她说香港不需要写作的人 写作的人有梁文道 当学还没有你 有我这样 那所以 她顶多去去做一个工作 大概就是很辛苦的 大概赚一个很起码的工资 可是整个精神的消耗 整个折腾 她说不见得对我们的关系 有好的帮助 反而她在家干嘛 所以这是重点 到底是全职什么太太 她在家就是看书 写作思考看电影 结果假如真的是我在生活上面 经济上面养她的话 是我太太精神上面养我 我的工作什么什么 她看了一些书 看了一些好片介绍给我 重点就是说 你养你无所谓 因为我们也要小心 不要好像全职妈妈 就是一个毁灭的东西 对 没错 你要全职什么妈妈 里面除了那个什么 什么工作不工作 性别问题 还有一个元素很重要的 必须承认 全职父妈妈 全职中产妈妈 全职虫妈妈 是不一样的 我们都说草根的妇女 基本上是蛮痛苦的 双倍痛苦 一方面受父权的压迫 另外一边受商业市场 或是说所谓资本主义的剥削 可是中产 或者说比中产更高的妇女 不管你工作 或者说全职在家 你有你的优势 问题你懂不懂得用 假如你真的只把你的优势 用在保持貌美如花 那太笨了 那你太笨了 你到最后一定毁灭了 所以我觉得要加进这样 爱因斯坦 因为直接的悲剧 她第一任的太太米烈拉 对 米烈娃 米烈娃就是 大学的同学女天才 甚至天才比她 比爱因斯坦还厉害 然后一起做论文 一起做研究 结婚 生小孩 然后坐在家里 然后我们最近看那个电视剧 《世纪天才》 爱因斯坦里面演得真好 她太太从一个天才的女人 变成一个全职妈妈 全职太太 那种悲愤 那种悲愤就是说 到最后爱因斯坦拿罗贝尔 有机会拿到罗贝尔掌 她太太讲一句话说 本来也是我的 本来也是我的梦想 本来也是我的 最后完全一模一样 就是跟罗子军一样 到最后她基本上的生活 就在追踪老公爱因斯坦 有没有跟女助理 女学生 走弄又弄 那节目就丰富了 那后来就离婚了 离婚的条件还是钱 本来不离婚了 她也很厉害 分居了 不肯离婚 听说是爱因斯坦 这个诺贝尔奖的奖金 就给了她这个前期了 她也是赌博了 因为不一定拿得到 到时候拿不到 怎么办 后来她拿到了 全部给她 所以她得奖的时候 毫无欣喜之情 这完全悲剧 这种悲剧到现在 还是一样 真的 我看了看 他们这个女人的解决之道 比如说罗子军的解决之道 是什么呢 如果我的家庭破碎了 我走出家庭 从卖鞋开始 然后这么奋斗 但是这给我们示范了 一个什么路呢 就是强者之路 你知道这东西啊 我真觉得 那天我还看一个女性论坛 几个女人讲 就说咱们女人 老辈问这个问题 是家庭重要 还是工作重要 怎么怎么着 她说当然都重要 当然缺一不可 我们都得把它拿得下来 是吧 这真的就是说 难道说作为一个女人 你真得是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人家那段子讲的 买得起好车 不是开得起好车 住得起好房 是吧 斗得起小三 斗得过小三 打得过流氓 你真是全知全能全勇 可是对 这是我们的榜样 可是呢 我有时候啊 我这个同情的眼光啊 也会看到 男人女人都如是 这个社会上有一种叫 弱势人群 对吧 就是当然我们有些人 男的跟女的 确实你有本事 你工作生活都能干得好 但是呢 你也看到大多数人群 因为种种的原因 真的 我那就是见过很多女性 第一做全职太太而不得呀 没有男人说我养你呀 再者说是婚姻被抛弃了 她确实没有那么高的能力 你知道吗 所以在重新走向社会 找工作的过程中啊 就是很被动 那我觉得你这种 不能老实说是 学习罗子军好榜样 他就能解决问题的 对吗 嗯 可是我 我还是在想 我觉得 安全感是什么呢 就就你比如说我们 比如说女的学了十八班武艺 那是不是就更有安全感 我觉得不会的 就就我没见过 有很多人是有完全的安全感 你一个事业再成功的人 也会有不安全感 所以这样说回来 刚说到全职太太什么 那里面牵涉到男女啊 假如真的要一起走的话 那个关系怎么来谈定 两个人互动 大前提是说 就算没有了那个家庭 没有了那个婚姻 那要怎么样 我觉得整个社会上 真的太多的悲剧 都是到现在不断的灌输 说你说还是又有 那个才是生命的安全感 才是诈局的所在 而且不仅是女小军军 男人多痛苦 我每次看到 这一类的电视剧手说什么 我都试图从男人的角度看 我说那个男人真伟大 一方面又有外面 又有外遇这个那个 然后可是又要负起责任 不肯撕破脸抛开 抛弃弃弃子 承受不起这种压力 那多 男人那个所受的苦 多么惨 可是男人呢 还是被谴责为人渣 其实男人的苦 没人知道 最近那个 你终于被人渣 这个仗义直言了 是吧 最近 最近 不是人渣 是渣人 对 最近香港有个书展 有个台湾女作家 过来演讲 平度 她有一个闪文集 最近一个书 就讲她自己 活到50多岁 有一天她妈妈才跟她讲 其实你不是我生的 你那个是别人生的 然后是你爸跟工人生的 生出来的这样 然后她父亲都死了 然后后来发生了 她寻找她亲生母亲的事情 然后里面写了过程 其中有一段 我特别有印象就是说 她在想她父亲 可能她在想她父亲 一般人来看 她父亲就是人渣 怎么跟家里的女佣搞起来了 还生了小孩 让两个女佣这么痛苦等等 她就想有没有可能 当我父亲跟那个女佣 抱在床上的时候 他们是真爱了 可能真的爱 可能是爱了 然后爱了那个 可是整个社会给他们压力 把他们拆散 然后他还要做回一个好男人 他父亲是教授 有这种思维的人 不当作家都屈才 那没有她就那个 可能是真爱 可是为了那个名誉 为了家庭 然后为了不伤大老婆的心 结果她就这样 跟那个女佣分手 真的一句男人也不容易 这几年全听你们这些女性 在那祸祸 我们都在那低眉顺眼 对对对 说得对 我们要尊重 你们何尝知道我们的男 其实我一直没明白 这个戏里面 你说那个老婆 你知道我今天 你说这个 我今天在香港电视上 看着一个广告 拍的我觉得挺逗的 就是说 说明日本女人 她们是怎么感谢 自己的老公 就是一个日本的 一个冰箱的一个广告 我觉得最吸引我的 是这个日本太太的表情 就说话说 老公半夜 进门进来了 这太太根本没穿睡衣 就显然是正装 在家里一直等着呢 老公一来 然后打开冰箱 一瓶啤酒放在那里 然后都是这样的 看着老公喝 然后说 今天有新鲜的蔬菜 你要吃什么 老公正在犹豫呢 太太说 我给你来个野菜拉面吧 好 还得野菜拉面吃点 然后老公吃的时候 他太太垂涎欲滴的 看着老公 就是说了那么一句话 就说 其实你现在每天的付出 已经是做到最好了 这老公我看眼神一愣 好像说 下班后喝顿酒 还是有好处 是吗 晚点回家 有好处 但是接下来呢 这个太太就拿那个啤酒 还是清酒 给他老公倒酒 主要是倒酒的时候 这个日本女演员 这个表情 简直就是说 老公你的付出 已经是最好的了 为什么哭呢 就是太太是 你要感谢我养你 就是老公养家 太太是要这样的感恩 这样的 我觉得这件日本人 日本人拍的这种广告 我以为他 照中国就得爆菜了 是吧 不是 其实那个戏里面 我觉得那个老公 还不太应该被谴责 因为我还在想 哎呀 你找小三 也不一定非要离婚呢 就是好多时候 我就觉得 问题他找的是老三 老三比小三 本事大